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歡迎 請看我們的第一頁 今天我們的每日一詞是 魔能兩可 魔能兩可 大家不要懷疑 你沒有看錯節目 這真的是恩典真理 今天要講的詞是魔能兩可 不是零 是魔能兩可 什麼是魔能兩可 就是這個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 叫魔能兩可 好 其實今天要跟大家溝通一個觀念 為什麼同一個聖經 同一個經文 不同信仰背景 不同中派人讀出來結果不一樣 所以A中派就會說B中派做 B中派就會講C中派是異端 C中派又說A中派有問題 所以我告訴你其實 那不是人家故意要這樣 那是因為大腦結構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有趣的測試 請看下一頁 這叫兩可圖 好 大家看中間 你現在第一眼你看到的是一位老婦人的 有嗎 請舉手 好 不用 如果你在捷運上千萬不要舉手很奇怪 好 或是你在廁所舉手反而沒人看 好 或是你在看 也有人從看到側面 我們的小女孩的側面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可能我講了那麼久 你還是只能看到老婦人 或只能看到小女孩 好 為什麼會有這回事呢 為什麼會這樣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沒關係 我們再看下一頁 請 好 我們第一眼看到的是老鼠 有沒有 有看到老鼠 有看到老鼠嗎 還是第一眼看到的是一隻貓呢 對不對 到底是老鼠還是貓呢 有些人我跟你講貓之後 你終於看到貓 有些人我講老鼠 你終於看到老鼠 有些人怎麼看就是只看得到老鼠 有些人只能看得到貓 這就是兩可圖的特點 魔龍兩可的兩可圖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看好 你第一眼看到的事情是很多 很多穿黑色西裝褲 找朝天的男人 還是很多穿高跟鞋的白皙的女生的腿呢 還是我現在講 你終於兩個都看到呢 我告訴你 這是兩可圖有趣的地方 再看下一頁 好 這是我們最後一張兩可圖 你第一眼看到的事情 是兩個彈吉他的人 很開心 還是一個老婦人 老先生跟老太太呢 老實說 如果我沒跟你講 有些人真的只看得到一種 有些人就從我跟你講 你還是只看得到一種 這是兩可圖 那我們來解釋兩可圖是什麼 請看下一頁 兩可圖就是知覺選擇性 你的大腦 你的腦 有知覺選擇性 人腦對於資訊重組的過程 會受到個人的文化 知識跟經驗影響 比如說你這輩子從來沒看過茄子 我跟你講茄子就是一個東西 然後紫色的 然後你說 是不是像紫色的熱狗 你會覺得不對啊 熱狗有很多種 那他說 那會不會像紫色的香蕉 其實茄子跟紫色的香蕉還是不一樣 我告訴你 因為你的文化裡面 你的經驗裡面從來沒有茄子 你怎麼樣跟你講 你就是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我告訴你的大腦 看到同一個東西 你會有不同的認知跟不同的看法 所以讀聖經也是這樣 讓我們來做個實驗 請看下一頁 好 在那之前我先跟你說明 周蓮華牧師為我們查考這個東西 1899年我們和和本 特別是我們現在這個官化和本 翻譯出來的時候 也就是國語和本 翻譯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三萬兩千個中國基督徒被殺 還有兩百個外國宣教師跟他的家眷被殺 所以你有沒有聽過所謂什麼 二毛子三毛子 就是信耶穌的基督徒是二毛子 還有他的家人 什麼三毛子四毛子 所以就被義和團的人殺 所以最後發生了八國聯軍 在這個情況 在這個背景 在這個文化狀況之下 翻譯了和和本 而且翻譯了和和本之後 教導和和本 所以在那個苦難的中國 傳出來的 講出來的福音跟講出來的真理 事實上受到了 剛才提到很像梁可圖一樣的 文化的經驗的背景的影響 所以我們用一個經文我們來看 請看下一頁 這就是特別的 約翰福音八章十到十一節 你知道光這個經文 完全不同的解法 好我們來看 簡單說前後文是什麼 耶穌終於很有智慧的 他沒有說拿石頭打死這個婦人 也沒有說不可以拿石頭打死 這個犯建議的婦人 耶穌最後就讓那些人 從老到少退出去 因為沒有罪才能夠打他 而耶穌還留在這個地方 代表耶穌是沒有罪 好我們在前文我們大家了解 耶穌就直起要來對他說 婦人那些人在哪裡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主啊沒有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 所以你發現首先告訴我們 一件事耶穌是唯一沒有犯罪 他有權秉定這個婦人的罪 可是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好到這邊大家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後來呢下面是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你看耶穌說叫你去之前的前提就是 如果你不要再犯罪 耶穌就救你的生命 如果你選擇從此不要再犯罪 耶穌就說去吧我不定你的罪 我不定你的罪你可以去吧 如果你不犯罪 這是有人因為他按照他的背景 按照他的經驗 按照他的教育他的教導 他的知識而來 可是你看真正的這個經文的上下文 前後是什麼 耶穌生救了他 耶穌說我不定你的罪 耶穌說你可以走吧 然後才說不要再犯罪 我們做個實驗 我們講個例子 你的小孩沒有偷吃糖 你會跟他講說 以後不要再偷吃糖囉 以後不要 然後你就會跟他講 講完了之後然後跟他講說 好你現在聽懂沒 你聽懂了 你聽懂了 不可以吃糖 好確定囉 聽懂了不可以再吃糖 你可以走了 我們是這樣教小孩 可是耶穌是怎麼樣你看 耶穌說我不定你的罪 你可以走了 好既然我已經不定你的罪 我救你的命 然後你可以走之後 他才說你不要再犯罪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耶穌先不定罪 然後說我救你的命 你可以走 然後才說你不要再犯罪 耶穌有說你不犯罪 我才讓你走嗎 沒有請看經文的先後順序 耶穌說我不定你的罪 耶穌說你可以走了 然後不要再犯罪 請問有保證這個婦人 不會犯罪嗎 我跟你講不一定喔 這個婦人並不是一定 不會再犯罪喔 而且就算這個婦人 真的忍住了不要犯盡你的罪 難道他一定保證不會說謊嗎 這個婦人保證不會偷東西嗎 保證不會嫉妒嗎 不會憤恨不會暴怒嗎 可是耶穌說從此不要再犯罪 老實說如果婦人很誠實 他要跟主什麼說 主啊我還是一個罪人 我還是會犯罪我不能走 沒有耶穌說你可以走了 請不要再犯罪了 你懂嗎 耶穌的先後順序 光你讀這個經文 不同的宗派就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是 真正耶穌的看法真的是 你不被定罪了 你可以走了不要再犯罪了 你可以先得到神的恩典 祂救你的命 祂赦免你一切罪 祂給你豐盛的生活 然後請不要再犯罪 但是如果你偶爾犯罪 偶爾軟弱 你還是神家裡人 你還是神的兒女 你還是天父所愛的兒子女兒 懂了嗎 這也是耶穌的先後順序 我不定你的罪 我救你的命 你可以走了 然後不要再犯罪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大巴天父 我祝福這裡每一位天父的兒女 以及還沒有認識天父 而願意來接受耶穌基督的恩典的 來接受天父的恩典的成為神兒女的 我祝福你 我們要真正知道 我們的大腦是有限的 而神的真理神的話 聖經的話是不變的 我們不用求主幫助我們光照 我們不是用我們的知識 用我們的背景 用我們的過去去決定聖經是什麼 乃是聖經真正的前後文的順序 乃是真正按照耶穌的心為心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傳講真正的真理 就是神仙赦罪 神仙祝福 神仙饒恕 神仙使我們蒙福 然後我們選擇回應他的生命 然後我們選擇得到了救恩 得到了赦免 得到了祝福 然後再活出那一切 可是你的行為跟你的救恩無關 救恩是白白的禮物 奉耶穌祈福你 蒙福得勝 奉耶穌祈福祈禮祷告 阿們